黑衣男子捉害超商 突然一名黑衣男子从后面走过来 将男子环抱控制手脚行动 吓得一旁富人赶紧走壁 但原来这是警方正在逮捕诈骗车手 日前宜兰有一名富人 在网路上看到文赚不赔的投资广告 加入诈骗集团提供的通讯软体 投资群组遭诈骗投资好几百万 警方删着被害富人 与车手面交取款的时候埋伏歹人 当场查获黄姓车手 并于周边再次查获租性的监控车手 全案后续将依诈骑洗钱防治法 移送宜然地方检察署侦办 另外在桃园则有警方在撞球馆内 查获三名失联移工 三名移工到撞球馆渝了 结果还没付钱就被警方带走 警方还回话他们不会回来了 让店员心急跟出店外 18日下午中立一家撞球馆 有客人发生口小冲突 远景到场处理 结果直接查获三名失联的移工 警方带走三人过程 移工很适配合 但是却留下着急的店员 在店里苦恼谁要买单 记者林医生刘志展 宜然桃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